我來了英國一個月左右 在這邊開始了生活 也都開始了工作 英國都進入了冬天 現在的天氣都很寒冷 生活可以的 都要適應那個天氣 因為都比香港冷很多 心情都平安的 都舒服的 是不是說現在都開始新的一份工作了 是嗎? 就回你自己的本行 是啊 其實在來英國之前 我自己都已經是先做了工作安排先的 先去安排整個行程 所以來到沒多久 稍微安頓 就已經投入新的工作 都是一些 我做回自己的本行醫生 做回一個老人科醫生的工作 都在這裡工作了幾個星期 都已經是 看回譬如有醫院很多病人的情況 也都有一些新冠肺炎染病者的病人 有些都接觸過 這個情況都和香港有相似 也都有不相似的地方 是不是都適應了 反正都是對著一些醫生 其實跟香港這邊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病人其實全世界都是有相同的地方的 疾病類型都有相似的 尤其是我自己是一個專科醫生 我看的病人都是集中在譬如長者那裡 但是文化就一定會有差別的了 病人對病情的期望 家人對病情的期望有分別 醫院的制度有些分別 甚至乎很簡單的一些 電腦系統 用藥 開業的方法都有不同 當然 始終自己的母語都不是英語 在一些語言溝通我都要適應 漫漫長路還有很多的適應工作 但是都開展了第一步 第一階段都開始了 那去英國呢 英國那邊會不會說感覺就 平淺了 就不會說好像是香港 大家都抽得很緊 我想在香港第一 在醫院的環境會有不一樣 因為香港就講求你要以最少的人力 看最多的病人 以最快的速度消化所有東西 基本上很多事情 無論工作量 每個人的工作量 工時 病火那個擠迫情況 都可以用是沒有什麼上限的 但是反而英國呢 其實病人都多 都等候病人都多 但是因為他們在這個制度上有很多的規定 每一個醫生一個星期的工時 每一個護士可以看守的病人 甚至乎病床的數目呢 在病房裡面都有上限 所以那個 大家都是忙碌的 但是香港就稍然是比較匆忙 就是匆忙和急趕一些 所以就很特別了 是的 都知道你在香港都發聲了 想問一下 如果你在英國那邊 其實覺得自己還有沒有途徑 或者是有機會會在香港發聲呢? 我想首先 我自己都盡量 在我公余的時間都要關注香港的情況 關注香港的情況 關注香港的情況 例如我每晚都會看香港的新聞節目 留意香港的新聞 尤其是一些 譬如有些網上媒體 他們很精彩的評論 我其實每晚都回家都會看的 你才要關注和了解才可以發聲 我自己 怎麼說呢? 我不是一個新聞工作者 又不是一個傳媒人物 不過都有一些機會 就是有一些發表自己看法的文章 我都會繼續 這些專欄都有機會 都會繼續寫的 雖然量又不是那麼多 另一方面 始終自己都已經來到英國 在英國生活的香港人 都會關注到在英國這裡 我們香港人的事 又要關注在英國我自己居住的地方 無論自己的社會 或者在這裡香港人社會 那些事情都會嘗試去關注 那譬如說近日大家都會很留意 譬如怎麼樣 希望要求國會 讓多些自己沒有擁有BNO 但是父母是這個擁有BNO的年輕人 都可以受惠於新的這個BNO的政策 讓他們有機會和有需要和想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來英國定居 那這些都會支持這樣 那其實英國的香港人都很多 是不是都已經融入了在英國那邊的 香港人的群體裡面去呢? 我看到有一些團體 都組織了香港過去的區議員 在那邊繼續為香港的朋友工作 深刻我看到邀文淳在那邊 都舉辦了一個沙田的 在英國的一個區議會的工作 大家似乎將香港的工作搬到英國這樣 我自己暫時就在英國有參與的聯絡 都是一些自己的朋友 裡面都不乏以往公民社會的朋友 那當然也都有一些自己的醫生 譬如一些新來到英國的 一幫香港新來到英國在那裡 也都執業或者生活的醫生 我們都有聯繫的 那另外就是自己暫時沒有參與任何什麼組織 不過都有關心我自己居住的地方 一些爭取香港人權益 或者一些的組織 那你說一些很小組式的 一些日常生活的香港人群體 暫時我就沒有什麼特別參與的 因為始終我覺得我的適應都還可 還有我日常生活都有很長的工作時間 那我想可能其餘一些比較小組式的 大部分集中在生活方面的香港人群體 暫時我覺得我都還沒有參與 是啊 都知道馬小姐在2019年 《反送中》的運動期間 你在香港都說了很多話 有些藍絲陣營可能原理說的話太多了 那現在是不是都是問回香港這邊 你都做了醫生 這個會長都很長時間了 其實是不是有些什麼令到你覺得 你一定要離開香港就去英國呢? 其實我做會長的任期就兩年的 那這個都是我們的會規來的 所有會長的任期都不能多於兩年的 那我都是做了兩年了 那離開英國就 不是離開香港就 不可以說和我之前的公職是絕對有關係的 因為我的公職沒有為我帶來任何 就是迫害人生的安全的威脅 那但是的而且確呢 就是在任公職期間 一些事情發表的言論 引來一些仇恨的批評 甚至乎誣蔑 就是這些事情雖然是不影響到我工作 也是因為那個內容都不實 或者偏頗 都沒有說影響到我專業 但是始終在心理上都是有一些負擔的 那這個負擔都令我可能是 就是在評估香港的情況之下 會都是有一個份量 就是現在香港的氣氛是這樣的 那這些這些仇恨的言論 都一定是有影響我 怎麼去看香港的氣氛 那我想我離開香港 其實主力都是尋求一個 一個在工作環境的突破 和尋求一個自己能夠在一個 我自己認為合理的社會裡生活 那因為我覺得 就是在離開之前的香港 社會氣氛實際是 就是和我自己深信的東西 那些價值觀是差太遠 而在這方面也都是影響了 我覺得我日常生活的心情 也都是很影響到 甚至乎我作為一個醫生 怎樣可以就是一個 在很沒有負擔之下 可以為我病人 為我專業做到最好呢 那這一方面其實都受到 就是當社會的環境影響 那我自己覺得 就是我觀察到 已經開始有什麼情況 那我就覺得 可能我想試一下 去另外一個沒有這個負擔的地方 就去繼續我醫生的工作 那因為其實醫生的工作 都是漫漫長路來的 那當中都需要不斷的進修和學習 那我自己事實上也都沒有去過外地 就是進修和學習 在我做了專科醫生之後 那也都希望是 就是隨著這個機會 都去做這個專科醫生的 在外地的進修 那你覺得英國是不是都 有沒有想過其實都掛著香港的 未來都說有可能都想回香港呢 那第一香港是我的家 就是哪怕 若干年之後回去定居 又或者中間回去 就是旅行探親 這個都是我的權力來的 我覺得這個一定會有這個可能性 就是雖然很投入英國的生活 但是又不是說和香港割裂的 那這樣東西我覺得我的權利 沒有理由 就是無緣無故要自己放棄 那事實上都雖然香港的情況是很沉默 但是長遠來說 我覺得我對香港人是有一些信心的 那所以我對香港長遠的情況都還有一些盼望的 那其實離開了公職 是不是都有點捨不得呢 就是香港人想去做一份政府那邊的公職 因為這個機會都會很死 怎麼說呢 就是我離開之前 那個公職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只剩下醫委會 那其實都是一個醫管局的工作而已 那現在我都回到英國那個工營體系的工作 那其實那邊那個工營醫療體系 都很需要醫護的人手 那其實世界各地來自不同地方受訓的醫護 他們都透過正確的途徑都進入到那個工營醫療機構 英國工營醫療機構工作的 至於你說其他公職 那當然了 因為當年進去醫委會 都是經同行一個直選進去 其實是背負著很多 就是為業界那個水平的持守 利益那方面是有一個發聲的 那短短在醫委會那幾個九個月 其實我自己都學習了很多 為業界做了一點點事 但是也知道應該有更加多應該做的 那所以就是提前在任期之前離開 除了有不捨都是有些不好意思 那希望接下來都會有參選人 那他們都希望讓我做得更好 那至於你說在英國要參與 譬如醫委會這些公職 我相信不是沒有機會的 因為這裡都是一個平等的社會 但是首先你都要在這個業界 有相當長久的工作經驗和認識 那我相信不會是短期內可以做到 但是我想都會自己積極投入 學習有機會一些適合自己的崗位 一些義務的工作我都會嘗試的 其實離開之前其實是你的同事 或者你所在的協會 其實有沒有因為你是反送中運動期間 你批評政府 發聲 給壓力呢? 首先就是我就任會長期間 發表一些言論 基本上都是針對一些醫療議題 也都是代表著我們會的立場的 所以不是一個個人的立場 也不是一個什麼偏頗 偏激的言論 所以基本上大家執委 都是大家同意這個方向 我就是作為一個代表說 其實在政治上我不是有太多言論發表 基本上受訪問的都是一些公共衛生議題 至於你說其實作為公共人物 那麼多有受訪問 各樣東西在工作上有沒有影響 首先我自己一直都秉持著 就是工作的 就是我這些公職的身份 那樣東西不影響我日常工作 也都不會將它帶回到我日常的工作時間 他們都是工作以外分得很清楚 所以其實這些公職身份 這些言論和訪問 根本是沒有影響到我工作表現 同樣道理 那我在工作上也都很守回醫管局的規則 所以其實我的上司 我的同事 其實都從來沒有就著我的公職裡面 要做的事情而給我任何壓力 相反大家其實都很包容和很支持我 在我工作崗位的同事 講回香港 現在都見到國安法之後 香港的一些大迁律 就是秋後選將 整個政治氣氛 有些事情大家不講都明白的 其實所以說你現在回到英國的時候 回過頭來 再看香港其實你的感受會是怎樣 或者說可以說你怎樣看現在的香港 始終作為一個香港人 離開自己的家園 可能都要不捨 但是現在的家園似乎都 雖然我不可以用什麼語言去形容 有些話大家不講都會明白的 因為這個清算的政治氣壓 可能還未去到最低 我想很坦白說自己做一個土生土長 甚至乎家庭幾代都是土生土長香港人 這個絕對不是自己一直以來見到香港 也不是自己希望的香港 我心目中香港不是這樣的 可能這樣的趨勢還會惡化下去 其實很簡單 一個最直接的當然是憤怒 因為自己的家裡 自己家裡被人進去整亂了 你都不開心了 但是面對著現在市民的權力和政權的權力 這麼不均稱的情況之下 反抗是除了可能有些徒勞無功之外 亦都可能令到自己招致一些人生的不安全 所以大家都只能啞引 但是我想其實那個信念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香港應該是怎樣 其實自己是很清晰的 我相信也有很多市民 就算今時今日不發聲 不說任何事情 不代表它 不知道它覺得香港應該是怎樣 現在的香港是對還是不對 就是有沒有想像過現在香港的環境 香港的世上的香港人在外面可以做些什麼 很坦白說 這個是我自己的疑問 我現在都沒有找到答案的 就是首先我不是任何領袖 政治領袖 很高層次在政治上 我們可以做到些什麼幫回香港 這個我真的解答不了 就算自己作為一個個人 就是自己身處一個海外的香港人 我自己作為一個個人 我的定位應該是怎樣 是不是簡簡單單在這裡生活好 或者是簡簡單單這樣 我在這裡和其他香港人一起 就是互相扶持就OK呢 這件事是不是就這樣就OK呢 我們還有香港 其實香港還有其他人是首富 或者香港正常的情況 或者一些事情都不是這麼理想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很坦白說 我真是今時今日 我自己都沒有一個答案給我自己 但是我覺得 絕對不是就自己生活得好就可以了 也都不是只是在這裡 一幫香港人生活得好就可以了 但是當然前提是你要自己在這裡 都生活得好 在這裡自己都要做好 那要在這裡的香港人慢慢都有一個力量 這個力量才可以影響到當地的人 當地的政府 而這個力量也都才可以令到他們 去多關注香港的情況 因為如果只是我們自己香港人的力量 可能不足以改變這個現在這個世界 這麼混亂的情況 都需要其實現在這個世界 根本上是大家一個緊緊聯繫的 不是一個國家對一個國家的事 也都不是一幫人對一幫人的事 但是 是的 其實我自己都沒有答案了 不過 就是 無論香港這裡也好 香港也好 有什麼新的進展我都會留意 比如我留意到 盧管中他們有一些 有一個新的組織 比如一些關注在這裡香港人的事的 或者會做地遊說 自己也去關注 各樣事情都首先 由多關注做起 就好像從2014年開始 香港人都去關注各樣事情 各個公民團體出來一樣 我想都是這樣一步步走 沒有人知道怎麼走下去才是對的 但是 不要只是在這裡掛著自己 自己我去哪裡買屋 我去哪裡上班 哪裡吃東西 我怎麼買哪些家庭用品才是最好 我覺得這些都重要 你的生活生活得好 很開心 小朋友 你說找到哪個學校讀書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但是不應該是這樣 那麼少 就是討身討障的香港人 其實有一個問題 可能有一點點的 怎麼說呢 可能未必你會自受 就是想 其實曾幾何時 有沒有想到香港會變成現在的這樣呢? 當然是沒有想到 如果有想到就不是今天才離開 都不會在這裡發展自己的事業 不會在香港發展自己的事業 當然是沒有想到 尤其是在2014年大家的覺醒 2019年大家的覺醒 是曾經對香港 對自己 對香港都是充滿希望的 但是奈何 就是 香港都是一個小的地方來的 受很多東西影響 這一刻我希望就真的難以見到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政治的 是一個動態來的 隨時都會有轉變 我想問一問 我看到你曾經在一些採訪中 都引用過周恆彤 就是支聯會的副主席 周恆彤是運作之千全 那麼現在又看到周恆彤 就是應該是昨天 其實已經是 就是我的直播中 知道她有得到一個獎 就是中國民主基金會 給她頒的一份獎 所以怎樣看周恆彤小姐呢? 我似乎你給她的評價都很高的 那個就是我其中一批文章裡面 這個純粹個人的看法 我作為一個 就是我固然不認識周小姐 我也都不是說一個 就是經常參與支聯會活動的香港市民 但是我相信真的 普通一個香港人就是在各樣報道 看他的發表的言論 在法庭的抗辯 一直以來那個 就是個人那個心態 那種 就是堅毅得來不囂張 每一件事情的信念是很欺負到好處 但是又很堅定 我自己覺得是很尊敬和佩服 就是 我當然當然很希望 就是香港有更多這些的人 但是我覺得就算我們現在只能有一個兩個 我覺得有一個種族 或者民族有一兩個這些人 也都是代表這個民族就是有希望 那我第一 我對於周小姐現在幾個月 不斷地牢獄 都未談到半監半罪 就已經長期收押 那當然當然是 替她很難過 雖然她有一個這麼堅毅的意志 這麼豁達的思想 但是 就是監獄的生活一定是難過捱的 更何況她是一個 就是品學兼優 也都擁有一個大律師資格 理論上她的專業知識 現在應該在社會裡自由地去工作 不是幫其他人 那政府就要收押她呢 我相信 內心一定都會是有些不舒服 那我希望她各樣都要平安 好像周田 可能你都知道了 周田都得到 就是全世界25個最高影響力的 女線代表人物之一 其實你是不是對周田都會認得的 是嗎? 都是 在我眼中她都是公眾人物 那由 就是這個 好像從中學的時候參與學民思潮 你看他們在國民教育上 那裡的 開始出來 走出來表達他們 只是作為學生的意見 到了2014年 他們整班學生 帶領著的正宗行動 那 又是我覺得 不要說只是周庭小姐 當年一班的學生領袖 其實他們每個都表現出 就是作為自己做一個成年人 對於他們都是很佩服 還有我覺得 他們是表現到香港在下年輕人 有一班很出色的 他 黃之鋒 甚至乎有一些 現在去了美國的 或者有一些在監獄 另外有監獄的神武輝 就是當年他們 整班學生領袖 其實一路走過來帶領香港 我都覺得 是很驕傲 擁有這一班年輕人 我覺得作為香港人 應該很驕傲 當然 他們都經歷過很多苦難 有些現在還在坐牢 好像黃之鋒和神武輝這樣 始終他們都要為自己的安好 要留意 所以現在周庭小姐 都是主要休息的狀態 都十分理解 但是我覺得 擁有這班年輕人 香港真的很值得驕傲 有時自己都會反問 作為成年人 我們是不是不會 他們為香港 我們的未來付出這麼多呢 有時都會反問這件事情 其實現在覺得是 在香港這邊 你最放不下的是什麼呢? 雖然是離開了 我想一定是 首先我自己的家人朋友 另外香港的狀況和前途 警方都是很令人擔憂和不捨 但是除了放不開 我想放不開 最主要是說人不是香港之外 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好像不太為了這個地方 暫時做不到什麼 我想這件事情 也都是有放不開的 當然了 以往的同事 或者醫院的病人 這些都是 其實都是香港市民的其中一部分 以往其實自己是 在這個公盈機構工作了這麼久 其實都是立定有一個指向 就是去服務一些弱勢的社群 尤其是長者就永遠都是 無論在身體上 或者經濟上都是比較弱勢的一群 自己是有了一個立志 去服務這一幫香港人 現在要和他們暫別 當然都有很多不捨 證明你在醫管國方面 其實是不是有什麼擔憂 因為現在香港都面對了 差不多是全民宣誓的問題 基本上可以這麼說 全民宣誓的這個說法 我都覺得挺有趣 是的 不知道 可能基本上都邁向這個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的職位 是和一些政治有關的 而你是推行一些政府政策的 那哪怕你當初入職 你都知道這個是你的工作的要求 你會顧主有這樣的要求 我覺得都不可以用無可口非的 都叫做表面成立 雖然誓詞的內容是不是合理 這是另一回事 但是問題是第一 醫管局 政府多次說這個不是一個公務員體系 我們不是公務員的一員 我在公務員裡面也只是做一些 前線病人的工作 照顧個別病人 不是什麼特別政策的規定 那些又沒有政治能量 又沒有政治任務 坦白說這些要求人宣誓 就是不太合理 同樣道理 就是你說有些政府的合約外判員工 甚至乎清道夫 那些都要人宣誓 也是不合理 我想自己雖然沒有能力去反抗 雖然是有發聲的 但是沒有能力去反抗這件事情 但是至少就是說 自己可以的 就真的對不想做的事情說不 就是這樣 離開醫管局 某程度上 都是不想去到我 當他日叫你宣誓的時候 然後我一刻才離開 對醫管局的職位 或者薪酬那些 我又不是什麼特別留戀的 只是服務病人的機會 和同事合作的機會 就有不捨 其實我想問醫管局裡面 如果是不宣誓的前同事 其實有沒有可能都面對著 好像立法會之類的 被DQ的一個前景 或者一個趨勢呢? 暫時不知道 趨風呢 要所有和政府相關的人士宣誓 就趨勢了很久 我自己覺得這個 就不是一個閒談那麼簡單 我覺得實有其事的 但是正式的操作 我相信 可能在那個時間表上 或者在那個細節上 其實都還有一些爭著 至於說究竟最終 會不會有一些 真的決定了不宣誓的同事 他們的結果會怎麼樣 不知道 不過我覺得最可以參考的 就是參考一些公務員的弟子 我記得最近好像 我也看到一段新聞 就說有一個前的稅務主任 他就是質問一些宣誓裡面的內容 都沒有說是不宣誓的 已經沒有說拒絕 已經被勒令提早退休 我覺得我們都只能從這些事情做參考 是的 就是因為現在香港的人都射散 雖然是香港政府 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好 可能這個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就算是英國 現在都起碼要有很多萬 八九萬 就是一些新聞報道見不到 還有香港有大量的專業人才的流失 好像馬醫生來 包括教育局 各方面法律 醫護 都有的 所以怎麼提及香港這個趨勢 如果專業人才都走了 香港會變成怎樣 還有另外一個現象 問題都是你所知道的專業人才的流失 你身邊的多不多 我想專業人士尤其是 譬如老師、社工、律師 其實他們有服務香港的心 但是問題是 我相信很多時候走之前 可能他們都和我一樣經過想法 我留在這裡我還可不可以用我把持的信念去服務社會呢? 譬如老師還可不可以用他自己 他認為是對的去教學生呢? 我作為醫生 我那些判斷是否純粹只是可以不受到政策的影響 社會氣氛的影響 純粹從我的專業角度去看去判斷病人的事情呢? 律師也是一樣 怎樣可以不受現在這個法律制度和這個風氣之下 甚至乎法門都要被指派律師的 一些社運案都會指派一些政協律師的時候 你留在這裡還是不是可以做到幫到人呢? 我相信其中有一部分離開的原因是 大家會看到或者可能想像我留在這裡 可能都做不到我想做的事情 事實上就算大家不走 數字沒有變 其實都未必能夠阻止這個社會的崩壞 我相信 我怎麼說呢? 當然我當然對前景是有點悲觀的 但是你說香港會好像 一些沙丘的崩潰 我覺得又未至於 因為始終香港人本身自己都是一個很好的素質 就算有些專業人士離開 經過這麼多年香港人自我的訓練 其實香港人就算普通市民其實好 大部分素質都是好的 但是長遠的發展、政策 那當然就看不到太多的前景 那我想另外一件事是大家都看到 但是也觸手無策的就是 那個政府的行政和施政 你都看到最近公務員的表現 甚至乎一些公營機構 就是以往很良好記錄的地鐵 現在都發生一些我們覺得匪夷所思的事 是不是? 我覺得似乎真的是 就是政府的公共行政和一些公營機構的表現 就是崩壞的會比較快些 但是又奈何? 就是我們這些專業人士在這裡 又是不是可以阻止它崩壞呢? 那又好像不可以 因為政府今時今日都未必會聽一些 和它們不一樣的聲音 所以專業人士如果要離開香港 其實那個內心的掙扎是不是都… 我相信有的 尤其是 我想爭執有幾樣東西 自己的建立的捨棄 還有就是如果有一些專業人士 是自己覺得對社會有若干的責任 那這裏是一個很大的掙扎的 那我自己也都有經過當中的掙扎 那差不多都可以說去到尾聲 其實現在香港的新聞你每天都要留意的 那現在是《安心粗恨》、《港康碼》、《楊雲雄》說的 那些什麼叫勤勞 勤勞 勤勞 不是這樣說 不好意思 沒有躺平 沒有躺平 接著就見到鄧炳強又出來說 劉娜娜祥 你是不是擾武化我們 其實現在香港這麼多的政治問題、政治話題 其實你是不是每天都在看著、擔心著 會不會都有 是啊 我每天都有看的 例如我都會留意 譬如《中新聞》那個每天 《香港只有一天》 對於我的人的說話我覺得是可笑的 就是表現 就是他們說話和表現真是很可笑 比小丑還可笑 但是對於香港人要處於這個環境就很可悲 是啊 雖然說我現在不用要面對這些 安心出行、健康碼問題 但是想回香港的朋友 他們要面對這些事情 有時候在自己香港朋友的群組都在討論 怎樣去準備多一個手機 諸如此類 就是覺得我們要浪費錢和浪費時間去想這些事情 去討論這些事情真是很可悲 但是自己真是有時候同事 或者以前的朋友討論的時候 都只能是怎麼說呢 以一個關懷念吻的心 因為自己真是給不出任何的一個解決辦法 就是更加不要說自己 不要在那裡想我就幸運了 我覺得就更加不敢想 我就不敢說這件事情 但是事實上也是 因為種種事情 香港人現在有這個機會來到外地生活 也都是逃脫了這些 這麼多可笑的政策的其中一個機會 每個有時候想到自己不需要受這些 這些可笑和邪惡的政策影響的時候 就會是有內疚 還有也都會想回 為什麼今天我們有這麼多的地方 為香港人開了這個大門呢 從以往移民是一個消費很高的事情來的 但是今時今日可以 大家都比較容易去到自己上去地方生活呢 大家真的要想想 是什麼人付出了什麼努力 我們有些人失去了多少 這樣才可以達到 有今天我們這些機會 我採訪海外的很多離開了的香港人 大家表現出的心態都是內疚 自責、無力感 我感覺馬醫生、馬小姐 你都有這樣的心態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確 我有絕對有 無力感就很強 自責 我覺得 應該這麼說 我們這幫成年人 不要說今天離開了香港 就算在2019年的時候 都感覺到很多內疚和自責 以往沒有好好經營好的社會 沒有好好去爭取 去到社會敗壞到這個情況 要把年輕人出來 用一些我覺得都很危險的方法去爭取 自己是很有內疚 以往就只是看經濟 自己的收入 這個其實2019年都開始有個內疚 那現在你是跳了出去一個 比較安靜、安全的地方 去看回你香港的家人和朋友 還是要受著這些警方 更加是有一個內疚 還有就是 其實真的想不到可以怎麼做 除了在可以的時候 給表達關懷之外 真的想不到其他事情可以怎麼做 怎麼說 是 差不多我們去到尾聲了 我想問馬小姐 你想和我們這個頻道觀看的香港朋友 或者是你香港的前同事 或者是香港人 你想和他們說些什麼話 我知道這個頻道有香港人 有海外的華人 不知道有沒有中國國內的華人 可以看到 我相信看到這個頻道的人 都是有大家相同的信念的 就是無論國內、海外或者香港的人 其實都可能現在過一些 都比較不安和艱苦的日子 大家都不要太難過了 不過都是要堅毅地生活 希望大家一步一步走過去 香港朋友會你打氣 叫你摩南國 會在英國好好生活 為我們發聲 有些人說你幹什麼 走到就走多 出去幫回香港人就可以了 其實都看到很多香港人 一直留言 支持著你 我們今天的採訪 差不多就到此為止 好嗎?馬醫生 謝謝主持人 謝謝你 謝謝你 也謝謝我們的觀眾朋友 謝謝大家 好 拜拜